第三课 我记忆中的两个女孩 听力课文 红娘 红娘是中国元代杂剧《西乡记》中的一个人物 作为小姐崔莺莺的侍女 她聪明勇敢天真活泼 崔莺莺遇见张生以后 两人产生了爱情 可是当时的社会不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 莺莺的母亲也看不起张生 坚决反对她们恋爱 红娘不仅同情莺莺和张生 而且热情地帮助她们 为她们出主意想办法传递书信 终于促成了她们的结合 后来 人们就把热心促成别人婚姻的人 叫做红娘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人们也常把给别人介绍工作 或推荐人才的单位和人 叫做红娘 还有叫职业红娘 人才红娘 人才红娘的